男人正在参加战友的葬礼 可就在仪仗队朝天鸣枪时 他突然察觉到对面有点不太对劲 人群纷纷四散而逃 杰克则拿着枪和队友一起向狙击手靠近 等凑近一看 他发现对面有两个狙击手 便决定自己出去吸引火力 而小队中枪法最好的内阁力 则负责解决掉一个杀手 看到老大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内阁力只能全神贯注瞄准目标 杀手顿时慌了 转身拔腿就跑 可倒嘴的鸭子怎么能让他飞了 于是杰克一边开枪一边紧追不放 只是他跑的数实是慢了些 刚追到路边 杀手已经一脚油门溜至大几 幸好老朋友拉索紧跟而来 杀手开着宝马一路狂飙 与拉索的福特逐渐拉开距离 眼看就要跟丢 火急火燎的杰克看不下去 杰克毫不客气地抢过方向盘 直接把车开上了马路牙子 接着追到拐角又是一脚油门 直冲前车屁股撞去 杰克直接把吓破胆的小卡拉咪 揪了出来 二话不说先收缴了手枪 杰克认为幕后之人 不惜在光天化日满胸杀人 可见他们的计划已经到紧要关头 并且现在有650枚导弹不知所踪 恐怖分子随时都能发起 650次911事件 思考片刻 光头选择妥协 杰克也不废话 直接一把掐住卡拉咪脖子 表示想活命就把知道的全部收出来 杰克知道 兰斯顿不会在一开始就支付全部酬金 所以他们一定约了地方拿尾款 卡拉咪丝毫不敢磨叽 不但飞速爆出街头地址 还主动提出可以带他们去 只是他根本不认识杰克所说的兰斯顿 杰克听闻当场愣住 他怎么都不敢相信 曾经同生共死的好兄弟会要自己的命 但想到队友在丹佛工厂的发现 内心又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原来就在昨天 内格力和迪克森冒充国防部检察员 来到新时代科技丹佛工厂 再见到领班后 他们开门见山询问导弹的生产情况 不料却被告知就在十分钟前 有650颗导弹刚被运出 二人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赶紧追了出去 然而这时 卡车司机正被一辆货车截停 他好心下车想帮帮忙 却不料对面直接掏出了枪 干掉司机后 杀手连忙查看车厢里的货 只见他撬开箱子 三颗崭新的导弹头就出现在眼前 不敢耽搁 他当即给老大打去电话 双方约定在纽约见 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然而他们刚换上幽灵车牌 就被随后赶来的内格力 和狄克森撞个正招 狄克森急忙挂挡到车 可用假身份证租来的福特实在不惊打 没过多久 车子就被干冒烟了 领头的胡子男趁机开着卡车离开 而剩下的三个小弟则小心翼翼上前查看 本以为车里的人必死无疑 谁知走到窗前 正当他们一脸懵逼时 后备箱突然开了 领头的卡拉咪发现局势不妙 连忙边打边跑路 但杀疯的二人根本不给机会 然而在刚才的乱战中 卡车轮胎被直接干给了气 想追装着导弹的车是不可能啊 二人只能先匿名报警 然后赶紧离开 可就当内格力回到车上拿文件时 却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他赶紧把情况汇报给杰克 原来提货单上签字授权的不是别人 正是死亡 证据摆在眼前 杰克沉默了许久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能随便糊弄的借口离开了 而他之所以不愿相信斯旺变坏了 是因为彼此之间有过命的交警 在一次卧底行动中 斯旺的军人身份被一名毒贩发现 杰克只能先发制人采取行动 尽管他眼疾手快干掉两个卡拉咪 可自己也险些重枪 要不是斯旺奋不顾身挡在前面 恐怕自己早就吃不上四个菜了 也就是从这天起 杰克总觉得亏欠了他 可如今狙击手却表示 买凶要自己命的人就是死亡 杰克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 为了亲眼看看幕后之人 他押着卡拉咪来到约定仓库 在对方手机里安装窃听程序后 便让他独自进去 而杰克已经派人堵住所有出口 自己则和内阁力一起在正门等待 本以为安排得万无一失 可万万没想到 小卡拉咪刚走进仓库 爆炸过后 杰克一行人集体陷入了沉默 难道昔日的好兄弟 真的要对自己赶尽杀绝 奥唐奈对此身心不疑 因为狙击手就是斯旺顾的 约定地点也是斯旺一手安排 如今这个卡拉咪在街对面被炸成麻花 那么安装炸弹的除了斯旺还能有谁 就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各执一词时 光头警察带着调查结果走来 他表示从现场残留的爆炸装置来看 安装炸弹的人要么是个专家 要么就是在这方面受过训练 然而现场只有狙击手的尸体 并没有发现斯旺身影 因此他们的想法也只能是推测而已 不过案件调查很快又有了新眉目 拉索接到情报 警方在曼哈顿以北发现运营总监伯恩斯的车 于是杰克一行人即刻出发 准备当面问问那个送他们去死的女人 可到了停车场 他们只看到一辆被遗弃的车 而伯恩斯本人早已不知去向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时 杰克又有了新发现 他表示如果是换成自己 在跑路前一定会先上个厕所 三人文言顺着视线望去 顿时明白话中之意 果然在超市的监控中 他们找到了伯恩斯身影 而内格力更是发现 他的女儿手上拿着任天堂游戏机 只要回伯恩斯家找到游戏ID 就能顺着网线找到他们的位置 此时伯恩斯正躲在闺蜜家喝着香槟聊着天 可突然院子里的洒水器自动开了 闺蜜一边嘟囔着要吵了管理员 一边就急忙出去查看 可不料刚走到院子里 有声音 有声音